你找点回事 这 打不去 是我 我这样杀了个 咱们上回说到秦军赢四在魏国的地盘上 差点丢了性命 多亏了魏府小姐魏叔出手相救 这时候魏向会师前来道歉 却突然提出要和秦国和亲 而且和亲的对象正是那位美丽的魏叔小姐 赢四一听心里乐开了花 立马就答应了 可这背后真的只是一场简单的政治联姻吗 这是答应了 答应了 有劳了 赢四对魏叔那可是一见钟情 第一次见面就把自己祖传的玉佩送给了他 在古代国君的婚姻大多是政治的牺牲品 能娶到自己真心喜欢的人那可是少之又少 赢四心想虽然彭成相王没成 但能娶到心爱的人也算是一大姓氏 能如此收束 都为我心 魏师回去后玩了一首音的 把魏叔的父亲魏修抓了起来 当魏叔来求他帮忙时顺势提出和亲 说这样才能救他父亲 魏王更是狡猾认魏叔为女儿给他公主的待遇 还送了一箱价值连城的珠宝作为嫁妆 但珠宝箱下面却暗藏了一把锋利的匕首 要求魏叔在大婚之时刺杀淫四 魏叔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老魏王为何这么恨秦军 非要置他于死地 说到底还是因为河西的领土争端 他一直耿耿于怀 此时杜智联络魏王准备废除淫四 请魏王发兵河西威胁咸阳 这不正是魏国收复河西的好时机吗 反正老士族们已决定一主 那他就再加把火 除掉淫四让秦国彻底乱起来 淫四对这场阴谋毫无察觉 他正幻想着新婚生活 更让他高兴的是 回国路上遇到了从魏国逃出的公孙衍 在他的恳求下公孙衍终于答应服阻他 真是双喜临门 但平静总是短暂的 此时的咸阳城正酝酿着一场大风暴 老士族们已陷入疯狂 直到异主的计划已暴露 于是决定孤注一掷 此番其实 必得一击击中 再无后手 迎四回到咸阳后 老士族们觉得必须立刻行动 不然自己也危险 于是决定铤而走险 便异主为士军准备造反 老士族没有兵权 哪来的底气 正如商君所说 内力不足必靠外力 独自一方面联系魏国 请魏王出兵和西 给秦国施压 另一方面策动一区发兵咸阳 吸引城外驻军 最后就是心腹剑平将军 率足兵趁咸阳空虚时控制咸阳 逼迫公子前继位 计划周密环环相扣 再加上魏叔的行刺计划 迎四似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稍有不慎 秦国就会陷入动荡 攻击咸阳 杀死迎四 杀光老秦人 大婚的日子转眼就到了 迎四意气风发 风光无限 但在他挽着新娘 走向大殿的时候 犹豫再三的魏叔 最后还是掏出匕首 刺向迎四 迎四猝不及防 受了重伤 他不明白魏叔 为何要这样对他 在这关键时刻 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 也不能让老士族看出破绽 于是他强忍剧痛返回大殿 然后命令关闭殿门 赵太医治疗 老甘龙却看出了端倪大吃一惊 他想换君主不假 但没打算弑君 原来这个肚子比他更狠 竟敢联合魏王弑君 事已至此 老士族已无退路 甘龙率老士族赶去迎前府 拿出准备好的君之乐 逼迫迎前继位 迎前没有立刻答应 以保险为由 要先去探望迎四 结果和护卫迎击 发生激烈冲突 一方持有擒弓箭 一方持有迎四刺客 都担心对方趁虚夺位 迎四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老士族的阴谋能得逞吗 咱们下集继续分解